歌手2018汪峰静明师学唱歌,张韶寒狂健身 本周五晚20点,湖南卫视歌手2018迎来踢馆淘汰赛,根据规则,苏诗丁只要本场进入前四,即踢馆成功,排名最末的歌手当即淘汰出局 王七成绩清零,一曲决定去留,如此压力当前,即便是上场排名进入前三甲的汪峰和张韶寒也不敢掉以轻心 为了以最好的状态来应对比赛,二人特意在赛前开起小灶,一个邀请声乐老师受克苦恋发声,一个疯狂健身保持状态 已经在乐坛有一定地位并且还当过导师的汪峰,居然也要跟着老师学唱歌 本周竟然前夕,汪峰把著名流行声乐教育家蓝天阳请到家中现场教学,他本人更是全程专心致志听讲练习,呆萌模样像极了认真的小学生,令人忍俊不尽 而谈起外界对自己此举的议论,汪峰诚恳表示,就算是已经功成名就的歌手,也要通过学习不断汲取养分 这是一种自我提醒的手段,它会让你记起忘记的知识,发觉自己存在的问题 学无止境吗?只有用最准确的方法,才会让你的音乐表达越来越好 无独有偶,同样对自己下狠手的还有张韶涵,除了苦恋声乐外,他还给自己布置了额外作业,不仅对饮食严加控制,更在健身房疯狂锻炼 面对镜头,张韶涵淡淡地表示,其实这是自己从业以来的常态,我会要求自己尽量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 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事,因为我不想放弃未来的自己,我想看到自己更多可能性 一番自白引得旁边的工作人员都感慨佩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